我们要把电感换到我们的这个电路里面来了 那之前我们讲过就是说电路的三个元件 好,我们现在我们来看 我说我们说啊,刚刚我们已经把电感算出来了 电阻之前也算出来了 电动也算出来了 那这三个元件统统算出来就表示你在电路里面 所有会用到的元件统统在里面了 那一个电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那你要解它的时候呢 那还有你看到了刚刚看到电感的话 如果你是电流在改变的时候 它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然后感应电动式又会引起电流改变 所以电感的这个词在那个地方是改变回路里面的电流 或者是电压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说假设这个回路有电阻 有电感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把电感化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 那个圈圈是电感一个最长的情况 所以后来电感的符号 都是用一个圈圈来表示 就是电感不管它是什么形状 那在回路里面的话 你就是用圈圈这样子来表示你的电感 那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个回路里面呢 我们先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就把回路里面的 其他的东西先不管它 只先看这个 有电感存在跟电阻存在的时候 那我说在这个回路里面的话呢 我们先看这个回路里面的圆圈 这个开关呢 S的部分 突然间 它本来是off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把它off OK 那S把它on以后 那是从off到on哦 不是一直在on的状态 所以从off到on以后的话呢 那你就发现说 这个回路呢 实际上你现在是 这样子了 那 我说 会有一个电流 过来 电流on 那同样的 L这个部分 原来没有电流 现在电流过来了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 刚刚已经讲了 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一雄 一雄的话 是负Di Dt的部分 所以 基本上面 我们看到的 这个回路的话呢 电阻 然后 这个 电感 那如果这是A点 这是B点 OK AB两点的端电压 实际上 就跟它的质感 比I比T 有关 是A点的端电压 比B点的端电压 还要来的高的部分 那如果电流 I是一个Constant的时候 那这两点的端电压 VAV 就等于0 所以你会想象的到 当电流稳定流动的时候 这里好像是什么 VAV等于0的意思好像是什么 它不存在 所以电感只有在什么时候 会发挥它的效益 就是电流在改变的时候 它会发挥它的效益 它一旦电流稳定了以后 电感本身就好像什么 一个导 导线而已 就是从A流到B 它没有电位价 这样了解吗 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的 那再来的话 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在这两点 I R 也是正货 这边是正货 OK 换句话说 依照我们的这个 啊 柯西浩的回路定理的话 我说这是电感的一项L 换句话 我说柯西浩刚定理告诉我 一项就等于IR 这是电位酸 电位酱 电位酱 再加上L 比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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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T 换句话讲 关系式出来以后 Di的部分 你马上可以把它写一下 一项过来 啊 这个是一项 减IR 除以L 乘上DT 那 你把 跟I有关的函数把它移向过来 你I的部分就等一项减IR 就等负的L 我把R移出来 比T 那你现在你可以看到 一旦你写了这个关系以后的话 那这边的话是负的 负的 R 减 一项R 分之 分之 比I 就等负的 L分之R 比T 那两边起积分 这边是正的 我只是把R移出来 所以这是正号 那我们 左边的积分呢 延伸是电流 是零 现在是 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是电流 R 的部分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 所以左四的积分是LOG I 减R分之一项 那就等负的 L分之R的T 0G到T 这个是0G到I 那左四 I 减 一项除以R 这0放进来是负的一项除以R 就等负的L分之R OK 所以I的值 是等于一项除以R 然后 Exponential 我把它移向过去 1-1分之负R分之R 除以L乘以T 那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电流I随着时间T的改变 如果 你把I跟T做了一个 这个 做图的话 你会发现 电流I 当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 这一项是等于多少 这一项等于多少 1 对不对 所以I是等于0 然后 当时间T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这项等于多少 这T无穷大 这项等于多少 0 所以 I等于多少 一项除以R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当时间T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电流就是慢慢稳定了 慢慢稳定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边是什么 这边只是VAB2点已经等于0了 整个回路 就好像只有R 然后 直接过来 所以这两端 这个电流I的话 就等于一项除以R 就是一项除以R 这样了解吗 那 那 那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 整个的 这个 这个 在回路上面的电流的 啊 电流的情况以后的话呢 那 我如果把 这两端的 端电压叫做V R 这两端的端电压呢 叫做VL 那 我们就可以看到VR的情况 我说 时间T 跟VR的情况 VR就等于IR IR就是R I乘上R的情况 换句话讲 我们马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随着 时间 exponential 在增加的情况 那 那 它的大小 是等于 最后 最后的大小 就是一项 OK 那 另外一个 VL的部分 VL的部分的话呢 VL 是等于 L乘上 底I 底T 那你现在你把 L 乘上 底I 底T 一项除以R 然后 这个 对什么 对T为分 前面那一项没有 后面这一项呢 是负的 E 负L分子R T 然后 再乘上 L分子R 那 前面有一个负号 所以 我们把 RR 消掉 LL 消掉 那也就变成 一项 E 負 R分子LT 所以你看到 这是最大值 当T 时间等于0的时候 是一项 然后随着时间T 无穷大的时候 它慢慢的 等于0 那句话说 V V 加V L 它其实 一路上 都是等于雄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间T等于0的时候 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当时间T等于0的时候 在R 这个两端的端电压是等于多少 0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开关关上去以后 有没有电流马上流到回路里面来 没有 电感的存在 那 让这个 整个回路的电流 它不愿意改变 所以 电流 它不愿意改变 然后呢 外部的电位降 外部的电位降 全部降到哪里 降到电感的位置 一项 OK 那 换句话说 就是 在L 这个地方 当 开关S ON 的时候 它产生了一个感应电动式 这个感应电动式 反抗什么 外界的感应电动式的变化 所以 这整体的回路 汇流 是等于I 刚开始的时候 I是等于0 那 电阻两端的端电压也等于0 全部的端电压全部降到了 但是一旦 这个感应电动式慢慢 这个还是没办法阻止 电感的部分 因为 这个电感的部分的 啊 两端的这个感应电动式 慢慢减少的时候 到最后好像是什么 它已经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以后呢 这个 电流 流到这个回路里面 好像单纯只有R存在而已 所以 在电阻的两端的端电压 就是外界的一雄 那电流呢 就是等于一雄除以R 在 电感的两端的端电压 是等于0 这样能够理解吗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外界的 开关on 或者off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 让你的回路的电流 马上跟着改变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 时间 你可以去把 当时间 下降到 我的 啊 这个 issual 下降 下降到什么 exponential 下降到 exponential decay 到一分之 不一的时候 那 这个时间T 我们就叫做 淘 L 那淘 L 那淘 L的部分的话呢 你现在你看到 淘 L的部分 当T 等于 一分之一 的时候 那 T是等于多少 T分之一 就是等于 RL 那 这个就是淘 OK 好 那我们 这是我们 啊 我们看到的 这个 啊 这个 R L的 一个 电路的 一个 情况 那我们把 这一个部分 就叫做 time constant time constant 好 在 L R 的电路里面 好 那 我说 假设 电流流流流流 流到一个值的时候 我说 流到这个时间T的时候 上面还有电流 那我就除完间 又把这个开关 再度的打开 那 开关再度打开的时候 那就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个回路现在是这样子哦 这个回路现在呢 我 我 i s 重 on to off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电 回路呢 一番句话说 如果这时候 这是A点 这是B点 那 这是到A点的位置 那我现在把它off以后呢 这个开关off以后呢 那我们应该是从 我开关 应该是 就是从 A到 B点 然后把它 拨到B点的意思 就是开关拨到B点 那拨到B点 那拨到B点的部分 这个 我怎么讲 我怎么讲 B点 我们这样会比较顺 我把它修改一下开关的位置 开关在这个位置 那我现在开关的从A点跑到B点 从A到B 好 那我整体的回路就变这样子 OK 那我整体这样子的回路的时候 那同样的我们看到 从那边告诉我们的VR加VL 是等0的 因为现在没有外界的这个 这个电源的情况之下 那 VR的时候就是等于IR 那VL呢 是L的DIB 它等于0 那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结果 我们把它移向一下 我们看到 DI 除以I 就等负的 R R D T 那 两边起积分 那积分是从哪里呢 这是当T时间的时候 你把它拨过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拨过来的值 这个值 这个值如果是I0 换句话说 你在拨过来的时候 这里面的电流 Initial 的值是I0 OK 所以 假设我们现在说 T时间的时候 这个 这个T 我们把它叫做T0 好了 T0时间的时候呢 那它的电流I T0 是等于I0 所以它是I0 到时间T的时候 它是等于多少 这是我们要讲的 这是我们要讲的 那我们马上我们知道 这边的话 就是Log 的I 除以I0 那这边呢 是等负的L分子 L分子R的T-T0 所以I的部分 就等于I0 Exponential -L分子R T-T0 换句话说 如果我把电流I 把它拿来看一下 我会发现什么 运流I 谁的时间T 在改变的时候 原来 在前面那一段 我已经知道 运流谁的时间 变化 到这个点 你把它从A 拨到V 到这个点 所对应的时间 就是T0 它所对应的电流 是I0 那 从这个时刻起 我们 要看到的I 是等于 I 随着 T-T0 Exponential Decade OK 那 你能够Decade多少呢 那我们不知道 就看你的时间的长短 你会Decade到很完整 也可能 这个Decade曲线啊 可能是这样子 也可能是这样子 在Decade 那完全看什么 看这个笔子 当R越大的时候 你当然Decade越快 L越小 你也会Decade越快 OK 所以 你这两 看这几个曲线 这几个曲线 可能对应的 不同的R比L的值 R比L的值 R比L的值 如果你比较小 它Decade慢 那如果R比L的值 那你就很Decade Decade 很快 下来 这样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装置的时候 那同样的 对应这个情况 当T0的时候 我马上我可以看到的是 在L两端的端电压 是等于L-I-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L-I0 对T为分 E-L-R-T-T0 然后乘上L-R 那LL消掉 所以这个是-I-0R E-L-R-T-T0 所以你看到 我如果去计算VL的话 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看到 它的电压是什么 负值哦 这边注意是负值 所以我们看到 它的电压 在T0的时候 它的值 就是T0的时候 它的值是在某一个点 那 从这个点上面 我们会看到 它Decade 当T是等于T0的时候 T等于T0 最像是等于0 这是等于1 所以这是-I0R I0是这么多 -I0R -I0R 然后慢慢的Decade -I0R -I0R 这个就是VL 那圓芯在这边T小于T零的时候 它是从一小下来的 OK 好 那我们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VR呢 那就是IR的部分 那IR的话就是把I乘上R 那就很简单 我把I乘上R 它的结果是VR的部分 换句话说在T小于T零的时候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它是 它是I零R 然后到T零的时候 它就整个 把它DK下 OK 所以 我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原来它是 这个 I零的部分 VR 加VL的部分 是Total的外界的电压值 在T小于T零的时候 它是I零 但是T大于T零的时候呢 一振一副的话 就刚好是等于B OK 那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部分的话呢 很简单 假设 我们说外界的 这个电压呢 VR 加VL 它是随着时间在变化 它是随着时间在变化的方形波 那对于这样子的I 这个RL线路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马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VR两端的端电压 就是随着它的 这个变化 那我们看到 在外界的端电压是一零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上去 然后再来电压DK下来 这完全有没有DK完 就看你的R值跟L值的比值 那也可能是完全DK完 然后再来上去 再来再DK OK 那 但是 对于L两端的端电话 就是一下子是正的 正的 然后负的 然后正的 然后负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一旦有一个回路 上面有电感的存在的时候 你要把 改变这个回路里面的电流的部分的话呢 并不是你说要变就要可以变的 而是你要看那个电感值的多广 而它的变化 而它的变化就随着电感值的改变而改变 OK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 有同学会觉得说 跟我们当时在讲 RC线路的部分 好像有 一些地方是蛮类似的 那确实有 那你可以去把它做相关的比较看看 这整个的 这个 相同点跟不同点的位置在哪个地方 好 这是我们从整个电流 电压的观点来看待 那我们如果从能量的观点来看待呢 我们说 对于在A点 开关在A点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整个回路一小是等IR再加上LDIDT 这个结果 我们把它拿过来 我们把这个结果呢 每一项都乘上I 乘上I 这是变I 平方这边再变I 那为什么要乘上I 你乘上I以后的话 你看到这一项是什么 电流乘上 它的变动式 这一项就相当于 这一项呢 就相当于是 这个位置上面 所提供它的 EMF上面所提供它的power OK 也就是外界EMF 所提供的这个power 那I平方R呢 是什么 电阻 刚位时间 所产生的热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电阻所产生的热 所以这个是电阻所产生的热 这个能量是消失的 那你现在你看到 这是EMF所提供出来的 单位时间所提供出来的能量才叫power 这是R上面单位时间所消失的能量 那这一项呢 很自然的 你马上可以对应知道说 这一项的结果 应该就是 电阻 单位时间 所损耗的能量 那电感所损耗的能量 它是用什么形式所损耗掉 当然 它的形式一定是什么 储存在这个磁场里面 你所改变的电流 就是储存在这个磁场里面 这个磁场 这个磁能变成 Shermal Energy 所以我们把这一项再进一步 来看待一下的话 我说这一项我实际上 可以把它写成 磁能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它的值就等于Li DiDt 那我把i把它放进去 这就变成二分之一的L Di平方Dt 那我可以再把它写一下 DDt 二分之一的Li 那换句话说 我的磁能UV啊 是不是就是等二分之一的Li平方 所以你以能量的观点 来看待它的时候就是 我感应的EMF所提供的Energy 一部分是在这个电阻的地方 Thermal Energy 去把它转换掉 到了电感的部分 对它是以磁能的方式把它转换掉 所以这个电场 这个磁场的建立 是谁给的能量 是EMF所给的能量 所建立起来的 所建立起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